全新奔驰GRS将于6月1日上市 外观更加激进 日前我们从官方获信 新一代奔驰GRS将于6月1日正式上市 该车在外观及内饰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阔的调整 看起来更加激进运动 据悉未来该车还将推出一款搭载2.0T发动机的入门版车型 供消费者选择 全新的GRS已经于2018北京车展正式在国内亮相 作为首款采用奔驰新一代设计研的量产车型 该车的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凶悍 视觉冲击力极强 值得一提的是近似到三角形的前大章组设计 成为该车最大的亮点 这一造型在此前的奔驰EQA概念车 以及CAS概念车上采用过 新一代的奔驰A级等车型也换用了相似的设计员 车身侧面 全新的CRS延续 另一代车型低矮流畅的车身线条 相比现款车型 新车腰线经过大幅度简化 看起来更加简洁 尺寸方面全新的GRS长宽高分别为 4988 x 1890 x 1404毫米 轴距为 2939毫米 其中长度和宽度相比现款车型 有所增加 高度则一所降低 另外无矿车门也是轿跑车 不可缺少的配置